百萬特斯拉停在路邊 一條又黑又長的充電線 從一旁二樓垂掛而下 停車格瞬間變成露天充電站 超狂舉動一PO網就有網友震驚 有錢就是任性 每次都能停在同一格充電 也是很厲害 更有人指出自家附近 有人拉線充電的摩托車 走火燒掉一整排車 爭議車位就位在桃園揚眉 回到現場果不其然 這輛車又停在同一位置 不過車主解釋 這可不是隨便拉的延長線 那我們這是剛好自己的後天充電狀 原來車主請專業電工 從自家電錶拉線 安裝特斯拉充電樁 又因為二樓屬於家用電 電費比較便宜 還從二樓垂降充電線 民眾對此看法兩極 沒有充電樁的話 那個其實應該還好 應該要符合法規才行吧 對 如果不符合法規 應該就會有危險 而台電對此表示 擅自轉供電流不符合一頁規章 將請用戶改善 雖然車主使用原廠充電樁 沒有安全疑慮 不過便宜形勢 再怎麼拍胸脯保證安全 不合規定就是有違法疑慮 記者略展規宣 桃園採訪報導